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泳川 这样的长城跑 两分钟就有一台新车下线 这是新时代的泳川速度 给你一个爱上泳川的礼物 数百个种类 超过三万只珍稀野生动物 把架安在这里 来泳川 像孩子那样逛逛世界吧 有趣的灵魂从来不缺同心 这里有世界最长的十环过山车 和国内落差最高的寄流涌进 人生本不该停的 要的就是精彩 我们首轮推出的优惠福利呢 人的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 众竹之茶皆明妙心 这里竹海幽深 茶田绵延 茶山竹海 以茶竹共生的独特景观 名扬天下 国家地理商标 永川秀芽 形如针 色如蓝 回味悠长 观竹 明竹之高节 品茶 知茶之淡雅 心安之处 有节有道 茶山竹海是国家的森林公园 是永川的废业 是城市的花言 我在想当时张一谋导演 为什么选中茶山竹海 作为十面埋伏的取景地了 因为就是看中了这里的 虫栏叠仗 万情富一浪 对的 在茶山竹海 我们最要向大家隆重推荐的 就是永川秀芽了 其实喝茶早已成为 现代人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100元一袋的永川秀芽 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优惠价格 69元是两袋 买一送一 无论走到哪儿 都可以带着茶山竹海的味道 永川可采莲 莲叶和甜甜 十里河湘 万亩花海 还有漫山梨院 和十损别翠 紧邻都市繁华 就是一派悠然婉约的田园风情 我们生命里最不该拒绝的 就是大自然赋予的好和美 走在千年古镇松迹的石板路上 就走进了万千游子心底的故乡 这是永川古县崖所在地 坐守成于古道和长江水路要冲 十里青石长街 勾连千载光阴沉浮 终成重庆人的记忆之际 香愁之地 香愁是记忆里母亲做菜的味道 我们的家常菜离不开永川豆豉 传承三百年的永川豆豉酿制技艺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是川菜味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是永川人的骄傲 永川的豆豉 古发炮制的豆豉 至今有三百七十多点的历史 比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 还早三十五年 我直接来一个辣椒 就着豆豉 感觉怎么样 永川的人情味都浓缩在 我们松迹古镇的美景美物和美味当中了 的确是这样 永川的味道就像豆豉和老牙汤 豆豉它要慢慢发酵 老牙汤要小火慢炖 这样香气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远远流长 或许你不能前往唐古拉山 捧起长江源头的清泉 但你完全可以踏着长江入鱼的朵朵浪花 感知世界连通未来 珊瑚碧水莲城街文脉 产城景如何开窗未来 作为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 重庆组成都市区的战略支点 永川必将在新增城中展现新担当 实现新作为 美丽永川 静月远来 永川